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说我不用管 他就自己在那进行一个什么呀 旋转 那想这样一个太极图怎么通过代码的形式把它做出来 并且让他自己进行旋转 那首先看一下旋转的这个过程的话很简单 就是他从零度到360度一直不断的进行一个旋转 这简单 但是难就难在哪呢 就是说咱们怎么样通过代码的形式写这样一个太极图 那为了方便大家理解的话 我在PS当中的把这个太极图呢进行的分解 把分解完之后 大家应该现在很容易就能做出来这样一个太极图 比如说最下面这个的话 咱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最大的一个什么呀 黑圆把它看成一个整圆 这是一个 然后这个时候咱们需要一个半的白圆 然后把这个白圆怎么样 覆盖到这里 那这个时候大家所看到的一个结果的话就是什么呀 一白一黑 一白一黑了 那这样的话弄完之后 咱们再需要两个圆 这两个圆的大小是多大呢 比如说咱们这张圆的大小是200乘200的 那这个时候咱们这个圆的大小 每一个都是多少呀 100乘100的 然后弄完之后咱们把它盖上去 比如说 这个时候我把它盖在这 把咱们这个白的盖在这里 那这个时候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S型的什么呀 行事了吧 是不是 那这样的话跟咱们这样的一个S型结果不就一样了吗 是不是 最后的话需要什么呀 咱们那两个小圆来点缀 对那这两个小圆的大小的话 大家可以随意去硬到 这个是没有特质要求的 那弄完之后咱们也是依次的可以把它给什么呀 盖在这个位置 那这个时候咱们的一个太极图就是什么呀 形成了 那通过刚才一个PS形式的一个分析的话 相信大家对整个太极图怎么做出来的已经有所了解了 那咱们接下来就可以把刚才这样的一个过程转化成什么呀 代码的形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首先的话咱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呀 大圆吧 是不是啊 大圆 就是这个时候咱们需要建一个盒子 比如说的话 我要做stocker box 然后写上咱们的CS样式 嗯 马启明 哈启明 还是同样的 把咱们默认的另外天址给去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咱们stocker box的话 宽度高度 我需要给一个吧 比如说我给个300的 高度的话 我也给个300的 同样的 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的话 我先给个边框 然后给他一个margin 100像素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东西在哪 现在是在这个位置吧 是不是啊 然后咱们把这样的东西当中呢 咱们画那个什么呀 大圆 大圆 这个黑色的大圆 咱们往里边放啊 比如div class的话 我叫做 c ro cl plug 换上去啊 这个最下面的 这个大圆的 它的大小的话 我按照跟负极的大小一样给吧 比如说我给个也是300x300的 那这个时候 颜色的话 咱们给个黑色的 那这个时候 咱们所要的是一个圆 这个时候 咱们border 给个多少呀 50% 那这个时候再刷新来看的话 咱们这样的一个黑圆就形成了 那再往下的话 咱们就可以写咱们这样的一个什么呀 半圆 半圆 这个半圆怎么来写呢 现在来看一下啊 这个半圆咱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这样的什么呀 巨型 这样的一个巨型 只不过这个巨型的话 宽度比较窄 高度比较大一点而已 然后的话 咱们把这个角和这个角给它怎么样 切掉 这样的话不就形成一个半圆了吗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咱们可以看一下啊 整个现在这个半圆 它的一个宽度和高度 咱们看一下是多少 比如说的话 这个白色的W-H-I-T-E W-H-I-T-E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羊 W-H-I-T-E 它的一个宽度的话 正好是咱们整个的什么呀 一半吧 是不是 你整个的话是300 那一半的话就是多少呀 150 高度的话 还是咱们这样的一个300 是不变的 那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的话 我先给大家加上背景颜色吧 比如这个时候背景颜色的话 因为咱们的底色的话是白色的 所以说现在我先换个颜色 比如说我给个粉色吧 大家现在可以去看一下 小心 这样的话一个巨型是不是就形成好了呀 是不是 然后的话你把这个角和这个角给它切掉就可以了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两个角 咱们来切一下 然后咱们要切的话 它是左上角和右上角和什么呀 右下角 那写的话就这样写就可以了 Forder 杠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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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嗯,右右右上角,咱们这个在写BorderVanRodis单独写角的时候的话,它就是有一个顺序的,比如说咱们大家C反应的话是右上角,那第一反应大家肯定是写右,但是要告诉大家这个东西的话,它在写的时候是先写什么呀,上下,然后再写什么呀,左右,所以说先是-top-right,然后Rodis给一个啊,比如说这个时候咱们给多少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时候咱们要切掉的是不是整个这个角啊,是不是啊,整个这个角,那这个时候我如果给一个它的宽度多少呀,150像素,那这个时候你看一下,整个角是不是就已经切下来了呀,是不是啊,这个角你切完之后,下面这个角是不是就简单了呀, 下面这个角这个角的话是Border,钢什么呀,Bottom,钢,Rodis,同样的给一个多少呀,150像素,那这个时候保存刷新一下看,咱们这样一个半人就写好了,那现在的话咱们需要这个半人,怎么这样,可以什么呀, 盖在它的上面吧,是不是啊,要想这种盖上去,现在两个盒子的话是竖着白的,要想盖上去,这个时候用什么呀,定位吧,是不是啊,定位的话,用就可以了,Potation给一个什么呀,AvSloot,给它一个参照物,比如说我要按照什么呀,复集CircleBox来说,给个什么呀,Relative, 那这个时候给个准备,那这个时候给个准备0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时候这个圆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咱们所要的这个圆在这个位置,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还得给个Right 0,那保持刷新,看一下,是不是就有了呀,是不是啊,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把咱们的粉色换成咱们的白色,三个F 来,这个时候刷新看一下,是不是就可以了呀,是不是啊,那完了之后,咱们再做剩下的两个大圆,写就可以了啊,剩下的两个大圆的话,同样的放到这里,然后这色的,我用两个B表示啊,这个时候的话是白色的, 我有两个W,然后这个,Bpin的话,它的一个宽度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两个圆的话,要想形成这样的一个S型的效果, 首先这两个圆的大小,是不是正好在整个大圆的一半啊,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它的一个宽高的话,是正好是咱们整个大核子的一半,也就是150,同样的Border 2-Ludis给了多少呀,50%,这个颜色的话,比如说给的黑色,大家这个时候可以去看一下,它是在这个位置的,同样的,定位定到这儿,那这个时候,咱们给一个,position,absolut,咱们给一个12,0,来,这个时候刷新,来看一下,说到这个位置了呀,是不是啊, 然后,水平方向上,咱们再移动这个间距,是不是就可以啊,移动到这儿就可以了,是不是啊,那移动到这儿,这个时候,left给多少呢,大家可以先看设计稿啊,设计稿这个圆到这儿之后,它是在这个位置的,我要想让它移动位置,是不是得到这儿啊, 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是不是刚刚好是整个的一半,是不是啊,比如说看一下啊,整个的一半的话,我给多少呀,75, 像素,这个时候刷新,你可以去看一下,它是不是刚好在正中间的位置,是不是啊,张尔下的一半啊,那现在的话,你这个黑圆弄好的话,咱们定个白圆就好弄了, 这个时候,咱们是circle,www,是咱们的小白圆,那这个时候咱们的颜色的话,就可以改成三个白色,三个f白色,那同样的,这个时候top的话,不能是零了,如果是零的话,两个就重复了, 这个时候top值是不是也刚好是它的一半啊,是不是啊,那这个时候top如果我给个75,像素,来,保存刷新,看咱们这样一个效果,是不是在这儿,是不是啊,啊,整个盒子的一半,整个盒子的一半的话,是咱们的多少呀, 一半五吧,刚才看错了啊,一半五十像素,来,这个时候稍微去看一下,是不是刚好到这个位置,那咱们这样一个太极图的一个S型的话,就已经构成了, 剩下两个小圆,我们放就行了,同样的,我再放两个小圆,比如说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时候的话,是咱们的little,加一个l,啊,little,那这个时候同样,咱们little,它的一个大小的话,比如说我给个多少呢,二十吧, 谁该给一个啊,二十像素,颜色的话,第一个咱们是,在黑色上要盖一个小圆, 那这个小圆的话,就是咱们的一个白色,给三个,F,改完之后,同样的,咱们给个定位,啊, 然后,咱们可以先给个超级0,看一下它所在的一个位置,啊,白色不太明显,我先换个颜色,啊, 比如说的话,F008,先给个红色,来刷新看一下,是不是在这个位置的,是不是啊, 同样的,咱们给它一个什么呀,圆角,border,搞入定次,给个50%,设定一个整圆,是在这儿, 要想让它到这个位置,首先,水平方向上,是不是移动这个间距呀,是不是啊,这个间距怎么来,想想,是不是它整个的一半, 是不是啊,它整个的一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如果这个时候给它一个left 150像素的情况, 大家刷新可以去看看,它是不是就在正中间的位置的,是不是啊,那同样的,你这样弄完之后,你可以看一下啊,可以看一下, 然后再让它往下走走就可以了,啊,它要是往下走的情况下,咱们可以让它看一下往下走多少, 好吧,比如说的话,我给个150像素吧,我也给个150像素啊,来看一下,我给个150的话,它是在这个位置的,你可以让它距离多少像素呢,比如说咱们给个100啊, 比如说给个100像素啊,来刷新看一下,是不是在这个位置的,是不是啊,你要想让它在正中间的位置的话,其实这个距离蛮好算的, 就是让你整个这个半圆的一半,减去它就可以了吧,是不是啊,如果咱们整个这样一个半圆的一半的话,是多少呢,75吧, 看啊,这个时候给它一个75像素,来,这个时候刷新看一下,是不是在这个位置的,是不是啊,咱们点完之后,你去看一下, 它还有一个间距离是不是,靠下一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如果给75的情况下,咱们可以去看一下啊,拿这个设计稿来走, 那如果你要给75的话,它整个往这走75,是在这个位置的,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你得把它减去,减多少呢, 减咱们这个小圆的一半,小圆的一半,所以说这个时候,你整个小圆的话是20,一半的话是减18,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给个65,当我给65的时候,刷新再去看一下,它说就到正中间的位置了,是不是啊, 如果感觉这个圆比较小的话,你可以调大一点啊,比如说咱们这个时候给正多少呀,40吧, 大一点,那这个时候的话,咱们得减20了,那就是55,来刷新,大一点吧,是不是啊,把它放大之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这个东西的话,垂直方向上到最中了,但是距离左边是不是更靠左一点,是不是啊,同样的道理啊, 刚才咱们在给left的时候,直接给了多少呀,150,那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你要给150的话, 它是从这个位置开始算150,那这个时候150,一半,那正好是从这儿到这儿是多少呀, 150了吧,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还得让它再往回走一点, 那这个同样的,咱们的150的话,得减去多少呀,20,那这个时候就是咱们的130, 来,保存刷新,看一下,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聚中了呀,是不是啊, 那现在的话就可以把这个红色的话,咱们换回到原来的白色,来,刷新,上半天是不是好了呀, 是不是啊,同样的,你上边好了,咱们这样的一个下边的话,也就好了, 下边的话是同样的一个东西,只不过咱们的数据要变一下, 颜色的话,我需要把它变成一个黑色, 这黑色,来,还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明显一点,我先用红色吧, R400,I7一下,先看这儿,它现在的话,同别的是在这儿的, 现在你只需要让它往这个位置移一下吧,是不是啊, 移一下就可以了啊,这个时候移一下, 是不是加多少呀,他的一半跟他的一半吧,加多少, 150吧,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top55, 然后加上咱们的150的情况下是多少呢, 大家可以算一下啊,55,150加55的话,50,200一半, 来,这个时候保存刷新一下,它是不是就在这儿了,是不是啊, 来之后,同样的,咱们把这个红色的话改成咱们的黑色, 来,保存刷新看,咱们这样的一个台积图的话,是不是就写好了呀, 是不是啊,那最后的话,把咱们这个红色的话给去掉, 红色边框的话,咱们是夹在这里的, 把它给去掉就好了, 来,咱们现在目前一个台积图就已经做好了, 那做好完之后,咱们实际要的一个效果的话, 是让它转多少度啊, 360度吧,是不是啊, 所以说啊,这个时候的话,咱们把它转360度, 那这个时候转360度,一个运动轨迹的话, 咱们要放在T-frames里边, Move,这个时候的话,它从零度, Rotid,转零度, 我让它转到多少呢, 360,转一圈, 那当然的话,你也可以让它转一半,都行, 然后给个多少呢, 360度, 那咱们这整个圆的话是谁呢, 是咱们的这个大盒子, 这个大盒子是谁啊, Circlebox吧,是不是啊, 然后Animation, 让它再转, Move, 比如说我给个一秒吧, 然后给个循环, 然后再加个元素, 这个时候,大家看一下, 咱们这个效果, 是不是就转起来了呀, 是不是啊, 一秒的话, 有可能转的比较快一点, 咱们可以把这个时间调一下, 比如说给个两秒, 来,刷新再看一下, 两秒的话, 估计稍微有点什么呀, 长了吧, 比如说给个一点五秒吧, 咱们折中一下啊, 来这个时候刷新一下, 咱们这样的一个圆的效果, 是不是就已经形成了呀, 是不是啊, 就已经形成了啊, 那这样写完之后, 咱们的话, 这样的一个台积图, 就已经旋转好了, 就一个旋转好了, 那同样的, 你如果还想让它更完美一点的话, 你想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后期的话, 大家可以给你自己的一个想法的话, 往上加一些其他的效果, 都可以往上去加的, 都可以往上去加的啊, 那到这儿的话, 咱们整个那个台积图呢, 就已经写好了, 关键在于呢, 就是大家在做这个台积图的时候, 你得知道它是怎么一个一个拼起来的, 只要你会的把这个台积图给拆分好之后, 然后再拼合的话, 配合着咱们的代码, 就很容易写出来了, 很容易写出来了啊, 难的话都不是很难, 大家给收拾的话, 可以往上面就是这样, 练练学一学。